全台的水其實都吃緊 台中市府公告了20座的公立游泳池 每週要縮短1到2天的營業時間 還有根據自來水公事的統計 台中竟然是全台的漏水之冠 就連武林農場桃花都只靠漏水來浇灌 南投山區國小面臨全水窘境 除水塔山泉水的痛字幾乎見底 只剩下淤泥 學生沒水洗碗洗手水流非常少 上廁所非常不方便 不是上廁所沒有水可以沖 水清拉緊抱南投親愛國小未在山區 水人取得本來就不容易 從3月8號到16號已經缺水9天 就連廚房都得提水桶救急 學校也緊急從山下調度水車 這主要要提供我們廚房用的水 比較沒有雨水 台中武林農場從高空俯瞰桃花大爆發 但因為沒水取消每週兩次的浇灌 改靠露水 除了觀賞用的7寸桃 還會有結果的水蜜桃樹 其中又屬黃金桃最特殊 天度高達15 但因為缺水擔心無法如期結果 全台大缺水果農菜農灌溉紛紛受到限制 但自來水公司統計 其實全台漏水嚴重 第一名基隆漏水24% 第二名台東漏水19% 台中雖然是第四名 但卻是六毒之首 台中大雅由草莓農提前停止灌溉解水 開放草莓田讓民眾免費採 不行 這太爛了 我們再來撿 台灣一年約漏掉4.41噸的水 等於漏掉全台2300萬人66天的民生用水 水清吃緊台中市府宣布 20座公立泳池22號開始縮短開放時間 每週自行選擇一到兩天閉館全民一起省水大作戰 記者綜合報導 有KTV推出了優惠 只要壽星到店裡慶生 就會免費的送上生日蛋糕 誕生的壽星吹完蠟燭 準備要切蛋糕的時候 蛋糕還硬的像是石塊一樣 還沒解凍 完全切不下去 有網友笑說 還好你們沒有把壽星的臉壓上去 刀子切進蛋糕體內 沒想到整個蛋糕硬的像塊石頭 拔也拔不出來 甚至可以輕而易舉的把整塊都拿起來 有KTV業者推出優惠 當月壽星到店關場 不僅免費還會贈送生日蛋糕 但民眾開心唱完生日歌 準備切蛋糕 卻完全切不下去 壽星哭笑不得 就連KTV店員也看傻眼笑個不停 甚至有好友咬下一口看看 是不是真的蛋糕 事後更將影片PO望表示 不能說免費蛋糕就這樣送吧 網友笑說這應該是美食街的樣品 還好你們沒有把壽星的臉壓下去 這個蛋糕感覺放在冰箱 很久了 實際問問專業的蛋糕師傅 原來是因為這個原因 店家沒有確實的做好解凍的狀態 我們解凍的話 最少要經過六到八個小時的解凍的過程 那解凍之後的話 就會恢復成正常的蛋糕 沒解凍就送上桌 難怪鬧出笑話 但看看現在的生日蛋糕 越做越精美 民眾買了回家可先要問清楚 需要解凍多久 以免唱了生日歌卻吃不到生日蛋糕 記者和目前彭新妹新竹報導 中午想要吃壽司嗎 日本第一回轉品牌壽司店推出了名字 只要有龜跟魚兩個字同音就有折扣 如果兩個字都同音同字的話 就整桌都免費的活動 但真的有人叫做鮭魚嗎 應該是從小就會被霸凌吧 沒想到本台記者獨家找到了名字 就是叫做鮭魚的林先生 他坦承說 他其實是為了吃免費的壽司去改了名字 你的名字叫做鮭魚嗎 現在日式壽司店就推出 如果身份證上面有鮭魚兩個字 就推出整桌六個人 吃壽司就全部都免費 壽司店舉辦現實兩天活動 名字和龜和魚有同音字 一個打九折 兩個打五折 一字不差 整桌免費 網友看到馬上調侃說壽司店太沒誠意 如果真的叫鮭魚 小時候就會被霸凌到死 也有人說如果真的去改名叫鮭魚 也太扯了 應該很少人有鮭魚這個名字吧 不會 太鏘了 可是我覺得我的同學 可能有些會這樣子做 有人在網路上PO出身份證 還真的有人這麼扯 身份證上姓名林鮭魚完全不造假 發證日期就是3月16號 而中市也獨家找到這位林鮭魚先生 突然跑出這活動 然後我昨天晚上就想說 好 那我一定要去改一次面看看 附贈事務所主任還跑出來跟我聊天 他說如果你是我兒子 我一定會把你打死 鮭魚先生準備免費大吃鮭魚 身邊的朋友突然變好多 但他不敢讓爸媽知道 複雜 雖然之後可能要換證件什麼 但是改蠻快的 看我什麼時候去把他改回來 免費魅力無法擋 改名吃鮭魚 真的令人無法想像 記者林韋曹這人 年有成台北見不到